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是更重要 就是什么 解决朝鲜核武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不能对美军的斩首行动 抱过大的期待 是吧 也不能存在这个幻想 因为我们刚才分析了 这个斩首行动本身不能确定 而且后续行动的话更不能确定 我认为解决朝鲜核武问题的关键问题 在于要解决竞争背后的 这个中共和江派的这个因素 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这一次的核武和导弹危机 实际上是刘云山策划某单峰乐团事件之后的一个延续 一记不成又成一记 是吧 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刘云山实际上有两步 第一步呢 就是让习近平上当这个重计 是吧 这个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成功的就是挑挑拨了习近平和美韩之间的关系 是吧 结果习近平没有中套 那么下一步就是什么 继续让金正恩来进行这个持续性的捣乱 是吧 进行那个核实爆和这个导弹这个尸射 这样的话呢 也进一步想挑拨离间这个习近平跟美韩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哈这个习近平在目前习近平就是要马上要公开抓捕江振民的这个关键年份2016年和这个关键时刻 让金正恩出来进行闹事 这个绝非偶然 是吧 金正恩他只不过是江派的一个一个捣乱 进行捣乱的一个棋子 所以说这个江派利用金正恩来挑起朝鲜半岛的这个争端 制造动乱 实际上就是为了从中来搅乱逮捕江振民这件事情 来阻止习近平公开逮捕江振民 这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所以这一次这个根源 我觉得从这个方面讲就是江派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我们从金正恩方面来看 金正恩实际上哈 他是非常明确 他知道这个习近平非常讨厌他是吧 那个江派呢是他的靠山 这一点他非常明确 所以呢 我觉得他是心存侥幸 他以为啊 就是说他能够这个做出一点事情来 是吧 这个搞一点这个核实报啊 搞一点这个导弹尸射这些东西 能够让这个这个习近平至少来说 是吧 分散精力 同时呢 能够让这个习近平跟美韩之间引起这种矛盾 如果说江派继续上台 或者是重新翻版东山再起的话 他就可以什么 他以为会原来一样的会这样的扶植他 是吧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一举的这个端掉江家帮 是吧 逮捕公干逮捕江志明 实际上就打掉了这个金正恩背后的黑手 是吧 实际上也就除掉了这个朝核危机的一个根源 这是第二点 这是第二点 为什么说这个呃 除了江家帮在这个解决朝核危机中这么重要 第三点 我觉得哈 朝鲜今天之所以能够掌握核技术 发展核武器 是吧 这个制造这个分端 进行核讹诈 主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江派和中共 是吧 他们勾结起来 一直是在不断的扶植这个金家王朝 是吧 是他们扶植的结果 而不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执政的结果 我们知道这个发展核武器 是吧 和导弹这个这个尸射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花钱的事情 那么朝鲜每年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 就是GDP 只不过就是二百二百亿美元这个这个数目 是吧 而每次进行核实报都花掉几亿美元 是吧 如果说没有这个中共和江派长期 每年大概有六十亿美元这个资助的话 他什么都搞不成 是吧 他连饭都吃不饱 怎么有可能去搞这个核实报和这个导弹实报呢 是吧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这个是江派扶植的结果 和中共扶植的结果 另外的话 我觉得啊 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采取了政策 正好是否定了中共和江派 长期以来这个对套政策 他实际上是跟朝鲜渐行渐远 而跟这个韩国发展正常关系 那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最后的话 虽然现在目前还是有中朝这个协定 是吧 还在那没有废除 但是呢 这个最后抛弃朝鲜 我觉得是事在必行的事情 而且呢 那我们还有一点 就是说朝鲜的这个核技术 实际上也是中共和江派直接和间接给的 是吧 这里有大量的报道 这我们就不多谈了 上面呢 我们从这个 这次核实报的这个起源 以及从金正恩这个方面 以及从朝鲜能够掌握核技术 是吧 得到资源 这个三方面分析了 江派确实是一个 这个事件背后的一个总根源 总而言之呢 我觉得啊 斩首金正恩和斩首江家帮之间的关系呢 应该是斩首金正恩 只是除掉了江派的一个棋子 而斩首江家帮斩断金正恩背后的这个黑手 是吧 进而解体中共才是解决根本问题 当然了 如果说这个斩首金正恩这件事情发生了 当然也是好事 可以借此进一步推动中共的解体 好 这次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